吕后为何把七夫人做成人质?她被做成人质后活了多久?她的生命力真的那么顽强吗? 七夫人是汉高祖刘邦生前最宠爱的妃子,在刘邦去世后,吕后肆无忌惮地将七夫人做成了人质,这件事也被司马迁记录在了。 史迹,之中,那么七夫人为何会被吕后做成人质?她在成为人质之后又活了多久呢?下面,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HTTPS冒号斜杠杠猪的page LinkJZCQ 公元前195年,刘邦死后,吕后将平生最大的宿敌七夫人做成了人质,所谓人质就是斩去手脚,挖掉双目,熏龙双耳,毒哑喉咙,然后扔在厕所里,像猪一样存活。 吕后之所以这样做,是因为当初七夫人就是靠着这样一双善赖的冥蒙,婉转的歌喉以及曼妙的躯体和舞姿,勾走了刘邦的心魂,她要把这些统统毁掉,看看七夫人在拿什么勾引她的丈夫。 七夫人被做成人质后,没有当场死去,但是究竟活了多久? 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有所不同。 先看看史记的记载,太后遂断七夫人手足,去眼,回耳,饮阴药,史记册中,命约人质,居树日,乃招校会帝官人质,校会见,问,乃之其七夫人,乃大哭,因病,遂于不能起,使人请太后约,此非人所为,成为太后子,终不能治天下。 校会,以此日隐为银乐,不听政,故有病也,史记吕太后本记。 再看看,汉书的记载,太后遂断七夫人手足,去眼熏耳,饮阴药,史记居玉中,明约人质,居树月,乃招会帝氏人质,帝氏而问,知其七夫人,乃大哭,因病,遂于不能起,使人请太后约,此非人所为,成为太后子,终不能复治天下。 以此日隐为银乐,不听政,七年而崩,汉书外七传。 班固在撰写,汉书的时候,主要参考的资料就是,史记,尤其是武帝之前的那段历史,基本竹字竹句照抄。 在遇到,史记中明显有恶物或者技术缺失的时候,班固也会顺便进行勘证和补充,可以说,汉书,本来就是,史记的补充版和完善版。 而且因其史料的更加详实,学者们普遍认为,汉书比,史记,更具史料价值。 关于七夫人被做成人质的这段记载,汉书,教,史记,有几处不同,没有完全照抄。 说明班固专门对这段进行了修正,比如七夫人居的册变成了居域,地下室,居树日变成了居树月,治天下变成了复制天下,固有病也变成了七年而崩,补充了会地驾崩的具体时间。 后世争议最大的便是这个居树日与居树月,按照常理判断,七夫人不可能活那么久,肯定是班固超错了。 但是仔细再想一下,班固专门对这段进行了修正,在认真刊证了司马迁的几个字词后,怎么反而自己留下个这么大的疏漏呢? 况且这段文字总共就一百来个字,还是在卓意修改的前提下,班固会这么粗心吗? 所以,笔者在这里大胆假设,这个居树月不但不是班固的错漏,反而是班固对司马迁,史记,进行的修正,他应该是得到了更加准确的信息,所以特意修改了,况且仔细阅读,史记,和 汉书的这两端记载,不管是居树日还是居树月,都没有提到七夫人的具体死亡时间,这只是汉惠帝流营来看变成人质的七夫人的时间,并不是七夫人的死亡时间。 厘清了这一点,我们再来讨论,为什么七夫人被做成人质,还存活了这么长时间,吕后对七夫人恨之入骨,所以她不可能让七夫人立即痛快死去,将七夫人做成人质,受尽急行之痛,人不人,鬼不鬼,生不如死,然后再时不时地去看她一下,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,这才是吕后的真实目的。 一,断手足并不是去四肢,这一点有很多人提到,吕后断七夫人的手足,是指断换以下以及怀以下的部分,并不是四肢齐齐斩断,如果是这样的话,七夫人肯定当场血流如注死去,而不能活着见到汉惠帝,而且人质一定是有四肢的,不然就不像质了。 二,手足并不是同时截断,即使只是截去手掌和脚掌,也有失血过多死亡的危险,所以七夫人的手足,也不是同一日截断的,春秋时何时向楚王献狱,先被利王越骑左足,后被武王越骑右足,越是一种断脚的刑法,所以自古拾起。 就有不同时断足的钱剑,七夫人应当是先被截去一只手祸脚,待伤势稳定后,其余陆续截断,这也正好呼应了班固,汉书中的记载,几个月后旅后才做好人质,让惠帝去看。 三,行刑人员经验丰富,古代的诗行人员,都是有船家技能傍身的,如何保证犯人不会因出血过多而死亡,应该是他们保证吃饭的基本技能,而且,自春秋以来的文献中,就记载了大量月行。 并行,并行的案例,说明至少自春秋起,这种去犯人手脚膝盖的肉行就非常普遍了。 左传,中还记载了奇景宫时期,由于滥师断足的刑法,齐国的鞋子降价,但是勇涨价的事情,勇就是一族,这个典故叫做去见勇贵,所以,行刑人员的经验,应当是十分丰富了,而且活下来的人还挺多,不然哪还有命穿一族呢? 四,古代止血措施,早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,我国就有关于止血方法的记载了,比如民间可能会用草木灰或者蜂蜜敷在伤口上,加上简单的包扎,有一定的杀菌功效。 而且行刑人员应当也会对刑具进行简单的消毒,比如,火烧沸水烫等,聊胜于无。 五,汉代五星级宫廷厕所,史记厕中,命约人质,史记吕太后本纪,吕后将七夫人制成人质,让她居在厕所中,一提到厕所,大家可能立即联想到又臭又脏的场所。 七夫人住在这样的地方,不早死才怪,但是大家忘了一点,这个厕所可不是民间的臭土坑,而是皇宫里的厕所。 在河南省永城市的西汉梁孝王王后墓中,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坐便,脚踏石上有精细的花纹,坐垫四周有石栏杆。 精雕细琢,可见早在西汉,皇宫贵族们已经选用舒适的坐便了,皇宫里的厕所,只会比王后墓中的更豪华。 古代宫廷厕所的高端程度,超乎我们的想象,是说新语终记载王墓和公主成亲,去公主府的时候上了个厕所,厕所里配置了一个城满幽香枣干的漆盒,上完厕所后,还有侍女捧着金枣盘。 琉璃碗次后,没有见过世面的王墓将枣干和金枣盘里的枣豆都吃了,后来才知道厕所里的枣干,是用来晒鼻子的,枣豆是用来洗手的,由此还诞生了枣豆喂饭的成语。 西晋时候,有人去石崇家里做客,中途上厕所,结果推开厕门,厕所里有一个挂着降纱的大床,上面铺着华美的席露,两个美貌侍女手持香囊站在两旁,这人还以为来到了石崇的卧室。 通过这些故事记载,可以想见古代贵族和皇宫里的厕所究竟可以富丽堂皇到什么程度,汉代的宫廷厕所自然也可以想见有多么干净和豪华。 而且七夫人被做成人之后居住在这里,想来也不会有人赶再来上厕所了,旅后时不时的来看一下,那么厕所的环境也肯定不能脏乱差。 所以七夫人在这样的环境里,幽济痛苦地生活了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,是很有可能的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HTTPS冒号斜杠杠珠的Page,LinkJCCQ。 旅后为何如此痛恨七夫人,以至于要让她生不如死。 当年,旅后作为旅工的女儿,县令抢制求取,也是一位娇滴滴的贵族小姐。 但是她的父亲婚相面,认为刘邦有大贵之相,硬逼着她嫁给了大他十五岁,私生活混乱,一贫如洗,一事无成的混混刘邦。 本属下嫁的旅后,却十分的贤惠,任劳任怨地伺候刘邦,给她操持家务,后来还要边干农活边照看两个凹代补的孩子,可谓吃尽了苦头。 而刘邦则游手好闲,不是生产,四处说账,骗吃骗喝。 为了维护她的颜面,旅后经常偷偷替她还账。 当年刘邦和项羽打仗,被项羽追得落荒而逃,情急之下,刘邦数次将自己的一双亲生儿女鲁元公主和惠帝踢下车,还责骂将两个孩子抱上车的夏侯英,扬言要斩杀她。 可见,刘邦对旅后和她的两个孩子感情极其良薄。 后来旅后和刘邦的家人被项羽俘虏,项羽将他们推到阵前,架起大锅。 扬言刘邦如果再不投降,就将他们扑杀。 结果刘邦却说,那麻烦做成羹,别忘了分我一杯。 尽管可能是一种临阵策略,但是可以想象下为她付出一切的旅后听到这些话时的心情。 两年后,旅后终于被放了回来,小别盛新婚,这下两人终于要过幸福团圆的日子了吧。 结果,受尽折磨的旅后,发现刘邦身边多了一位新的美人,这就是七夫人。 七夫人本名七亿,父亲七塞,家人因为刘邦的宠幸而封疆拜侯。 七夫人生得倾国倾城,柔软的腰枝儿跳起楚舞来精妙绝伦,又有一只婉转的歌喉,唱楚歌的时候起立悠长。 据说,当初七夫人一家曾经救下落难的刘邦,两人因此结缘,七夫人的温柔体贴让刘邦迷恋不已,无时无刻不把她带在身边,时不时地秀一下恩爱。 一次,大臣周昌进攻奏势,碰巧见到刘邦拥着七夫人恩爱,赶紧退下,刘邦大笑着追上她,问她自己是什么样的帝王。 周昌回答道,是夏节,伤咒王一样的帝王,由此可见,刘邦对七夫人的宠爱程度。 七夫人给刘邦生下一个儿子,取名叫如意,听这个名字,也可以看出刘邦对这个孩子的喜欢。 以前从没有说过什么的刘邦,此刻开始嫌弃吕后的儿子刘邦不累计,想要废了他,立如意为太子。 七夫人跟着刘邦东奔西走,也常常日夜哭泣,请求刘邦立她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。 刘邦废掉刘盈的心愿发坚决,终不始不孝子聚爱子之上,吕后年老色衰,一年到头见不到刘邦几次,此时其地位和儿子的皇位继承全可谓岌岌可危,吕后惊恐。 采用张良的计策,请来商山四号助阵,才勉为其难让刘邦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。 刘邦对七夫人母子的未来费尽心机,先是任命吕后都静淡的周昌辅佐刘如意,临终前更是嘱托刘盈要照顾好如意母子,还差点杀了据说会辅助吕氏作乱的大将凡快。 最后任命七夫人的父亲七栽统领北军,以暗中保护如意母子。 公元前195年,刘邦崩于常乐宫,太子刘盈顺利即位,视为汉惠帝,刘邦死后,吕后终于可以放开手脚, 将那些刘邦生前宠爱的妃嫔都囚禁在宫中。 包括七夫人,吕后最恨七夫人,将她囚禁在永巷,剔去头发,穿上球衣,戴上铁圈,让她在永巷冲里做苦意。 七夫人在刘邦生前受尽宠爱,几度要取代吕后的地位,自然心里不服气,边冲米边唱,冲歌,子为王,母为卤,终日冲宝木,常与死为伍。 相离三千里,当谁使告女,吕后听到后大怒,你还想靠你儿子吗? 于是下诏让赵王刘如意来都城,尽管被周昌和儿子刘盈接连阻拦,吕后还是找机会毒杀了刘如意,接着吕后便将七夫人做成人质。 还让刘盈来参观,让她见识下城王败寇的下场,刘盈见到七夫人后,已经不成人形,她问了左右才知道这是七夫人,于是大哭,一年多卧病不起。 她派人对吕后说,这不是人干的事,作为您的儿子,我还有什么资格在治理天下?吕后强逼她娶自己的小外甥女为皇后,刘盈也差点诛杀吕后的情人审时期,母子两人嫌隙不断,最终形同陌路。 七年后,惠帝刘盈病逝,吕后干嚎了两声,连眼泪都哭不出来。 儿子死后,吕后开始临朝称治,大风诸吕,大臣们都敢怒不敢言。 公元前180年,吕后再一次祭祀回宫的途中,看见一只大黑狗猛地窜入了自己的夜窝,可是问左右,大家却什么也没看见,回宫后,夜下便开始奇痛无比,严一诊治,君不见笑,宁人占补,说是赵王刘如意在作祟。 几个月后,吕后便在痛苦中死去,晚年的吕后开始疑神疑鬼,见到日时,便认为这是天罚,所以需要去求神祭祀来宽恕自己。 结果回来路上又看到黑狗咬自己,这说明此时吕后的精神状况已经很严重了,对于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虐杀行为。 他自己也有着沉重的心理负担,担心冤魂索命。 吕后死后,朱刘和朱吕马上开始火兵,最终以刘姓皇室集团的胜利而告终。 而当时随太魏周博消灭朱吕集团的,正是七塞曾经统领的北军,这也算是七室集团对吕后的复仇了。 吕后作为刘邦威剑时的糟糠之妻,可以说为她付出了一切,在刘邦称帝后,她更是为辅佐刘邦平定天下立下汗马功劳。 可是刘邦成功后,首先做的便是接连不断收纳美女,还多次想废敌隶数。 不顾吕后母子的死活,查遍所有史料。 几乎找不到刘邦疼爱吕后母子的记载,相反对于七夫人,却多处可以看到刘邦将她放到心肩上疼。 哪怕临死之前,想到的都是七夫人母子的安危,这要是放到现代来说,七夫人就是刘邦的真爱。 七夫人在刘邦心中的地位,是吊达吕后的。 刘邦辜负了吕后的一生,吕后不能怨恨她,只能将所有愤恨都发到了七夫人头上,认为是七夫人夺走了丈夫对她的疼爱。 最后,吕后的青春喂了狗,她也从一个贤妻良母变成冷血毒妇,她为之付出一切的丈夫和儿子。 最终也都背叛了她,得到了一切,也失去了一切,吕后最终走完了她无碍悲剧的一生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https冒号斜杠斜杠珠的,page,link.jccq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核� 틀버 杨栋梨 别人为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会见到小 though. 再说山上未来不迷路,一会见到小时的死亡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